台东地方至自始第一次乡镇市长罢免 成功镇长谢淑珍罢免投票昨天3号进行 而当日下午投票结果出炉了 同意罢免有736票 而不同意罢免有46票 投票率仅有6.96% 而罢免案为达门槛没有过关 镇长谢淑珍表示 未来会持续与公所团队 为成功证努力 台东地方至自始第一次乡镇市长罢免 成功镇长谢淑珍罢免投票日昨日3号进行 镇上17个投开票所尚无显得有些冷清 罢免案我相信是对于族人 或者是我们身为国人 我觉得是赋予我们自己一个权利 不管是支持或反对 其实在法律上宪法上 他就赋予人民这样的一个权利 来投下你心中的那一张票 对于现任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罢免案 也是在我们成功上也算是实无前例 也算是第一次 而在当日下午投票结果出炉 同意罢免736票 不同意罢免46票 而投票率仅有6.96% 罢免案为达门槛没有过关 镇长谢淑珍也表示 这段期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以及打击 无数的污蔑以及不实的指控 名誉受到严重的打压以及伤害 也再次感谢所有成功证明的支持 以及信任 未来将会持续与公所团队为成功证努力 根据平民报道 罢免方则是认为政治冷漠的偏乡 能开出罢免第一枪 揭开更加民主的序幕 为地方政治写下一页的历史记录 并强调将会持续监督成功证公所 以成功证最高利益为考量 台东地方自治时 第一次乡镇市长罢免经历了多个月 以为达门槛没有过关落幕 而乡亲也希望镇上能够回归平静 共同为成功证生活努力 这判罪成功证报道